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美国留学的文化适应与融入策略 当然可以 美国留学的文化适应与融入策略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舞蹈 有时你可能会踩到别人的脚 但只要你保持幽默感 最终会跳得越来越好 首先 了解美国的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汇 你可能会发现和你在家乡的社交方式截然不同 在美国打招呼时通常会用爱或hello 而不是直接问你吃了吗 这在某些文化中是常见的问候方式 所以 记得在问候时保持简单 避免让对方感到困惑 接下来 参与校园活动是融入的绝佳策略 无论是加入一个社团 参加运动队 还是参与志愿者活动 都是结识新朋友的好机会 记得有一次 我的学生参加了一个国际学生协会的活动 结果被拉去参加了一场 美国传统舞蹈的 比赛 虽然他跳得像一只受惊的袋鼠 但他却赢得了全场的欢笑和掌声 最终还交到了不少朋友 语言是文化适应的关键 虽然很多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都很不错 但在日常交流中 俚语和口语表达 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 比如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并不是 说天上真的在下猫和狗 而是形容下大雨 为了避免在课堂上被老师问道 你觉得这场雨是猫还是狗的雨 时愣住 建议多看美剧 听播客 甚至可以尝试和室友进行英语剿 互相纠正发音和用法 当然 适应文化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 比如 某次我有个学生在美国的感恩节聚会上 看到大家都在吃火鸡 心想 这是什么奇怪的鸟 结果他在聚会上大谈特谈自己家乡的美食 结果引发了一场 美食文化大比拼 大家都乐在其中 通过分享自己的文化 他不仅让大家了解了他的家乡 还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 最后 保持开放的心态是融入的关键 美国人通常很友好 愿意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习俗 即使你在某些方面感到不适应 也要勇于尝试新事物 记得有一次 我的学生尝试了美国的BBQ 结果 他对那种烧烤方式赞不绝口 甚至开始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BBQ秘籍 引得大家纷纷点赞 总之 留学生活就像是一场冒险 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只要你保持幽默感 勇于尝试 积极参与 你一定能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五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经济负担与财务规划 当然可以 美国留学的经济负担与财务规划 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既需要优雅的步伐 也需要精准的节奏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顺便加点幽默的调味料 首先 留学的经济负担 就像一只潜伏在你钱包里的怪兽 随时准备跳出来的吓你一跳 学费 生活费 书本费 保险费 这些费用就像是你在超市里购物时 看到的那些买一送一的促销 表面上看起来很划算 实际上却让你花了更多的钱 学费 一场无底洞的投资 美国的学费可以说是天价 尤其是私立大学 你可能会想 我是不是在买一座小岛 其实 学费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根据统计 国际学生的年均学费 大约在2万到5万美元之间 甚至更高 为了应对这个无底洞 许多学生不得不提前做好财务规划 生活费 吃喝拉撒的艺术 除了学费 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美国的生活成本 因地区而异 像纽约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 生活费就像是坐火箭一样飞涨 为了节省开支 许多留学生 开始学习吃土的艺术 自吹 打折购物 甚至是参加各种免费的活动 你会发现 参加学校的 免费披萨派对不急 能填饱肚子 还能交到朋友 真是一举两得 财务规划 提前布局 才能稳步前行 在留学之前 制定一个详细的财务规划 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一 预算制定 列出所有可能的开支 包括学费 生活费 交通费等 确保你有一个清晰的预算 二 奖学金申请 美国的大学提供各种奖学金 申请这些奖学金 就像是在参加一场选美比赛 你需要展示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三 兼职工作 许多国际学生 选择在校内兼职 既能减轻经济负担 又能锻炼自己的能力 记得选择那些 不会影响学习的工作 比如图书馆助理 或实验室助手 四 理财知识 学习一些基本的理财知识 比如如何管理信用卡 投资和储蓄 毕竟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我的一个学生 在美国留学期间 决定尝试极简主义生活 他把所有的生活费 都压缩到每月500美元 结果他不仅学会了 如何在超市里精打细算 还意外地成为了 学校的节俭达人 他甚至开设了一个 如何在美国省钱的 讲座吸引了不少同学 前来学习 最后他不仅省下了钱 还赚了一些额外的收入 真是 省钱也能赚钱的 典范 总之 美国留学的经济负担 确实不容小觑 但只要你提前规划 灵活应对 就能在这场经济舞蹈中 翩翩起舞 享受留学生活的 每一个瞬间 记住 留学不仅是学术的追求 更是人生的一次精彩冒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社交网络 与人际关系建立 当然可以 美国留学的社交网络 与人际关系建立 简直就像是一场 大型的社交实验 既有趣又充满挑战 让我用一些幽默的方式 来分享这个话题 首先 留学生活就像是一场真人秀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 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你可能会在图书馆 遇到一个正在准备GRE的学霸 或者在咖啡馆 碰到一个正在为自己的创业项目 而苦恼的艺术生 无论如何 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就是要勇敢地走出你的舒适区 记住舒适区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毯子 虽然舒服 但你永远无法在上面找到新朋友 在美国 社交网络的建立 往往依赖于网络的力量 你可能会发现 LinkedIn不仅仅是一个求职平台 更是一个社交工具 你可以通过它找到校友 教授 甚至是你未来的老板 想象一下 你在LinkedIn上 看到一个校友的帖子 内容是 我在硅谷找到了一份工作 你心里想 哇 真不错 我也想去硅谷 然后你就可以给他发消息 问问他的经验 记住 发消息的技巧在于 要简洁明了 最好附上一点幽默感 比如 我也想去硅谷 但我不想被外星人绑架 除了线上社交 线下的社交活动同样重要 美国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 各种社团 活动 聚会 应有尽有 你可以加入一个烹饪社团 学习如何做出完美的意大利面 或者参加一个辩论社团 锻炼你的口才 无论你选择什么 记得带上你的幽默感 比如 在烹饪社团的第一次聚会上 你可以开玩笑说 我来这里 是为了学习 如何做意大利面 但我更擅长的是 把水烧开 当然 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中 失败也是常有的事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 社交尴尬的时刻 比如在聚会上 不小心把饮料 撒在了别人身上 别担心 这种事情 在留学生活中是家常便饭 你可以用幽默化解尴尬 笑着说 看来我今天的饮料选择 是洒而不是喝 这不仅能让对方放松心情 还能为你们的对话 增添一丝轻松的气氛 最后 记住 建立人际关系的关键 在于真诚和耐心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真正的友谊 需要时间去培养 就像酿酒一样 好的酒需要时间去发酵 而好的友谊 也需要时间去建立 总之 美国留学的社交网络 与人际关系建立 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挑战的过程 勇敢地走出舒适区 利用好线上线下的资源 保持幽默感 真诚待人 你一定能在这场社交实验中 收获满满的友谊和经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实习机会 与职业发展路径 当然可以 美国留学的实习机会 与职业发展路径 就像一场精彩的马戏表演 既有惊险刺激的高空走钢丝 也有轻松幽默的小丑表演 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揭开 这场表演的幕后故事 首先留学美国的学生们 实习机会就像是那五彩斑斓的气球 随处可见 但抓住他们却需要一些技巧 美国的大学通常会提供 丰富的实习资源 尤其是在大城市 比如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 你可以通过学校的职业服务中心 校友网络 甚至LinkedIn来寻找实习机会 记住 实习不仅仅是为了 填补简历上的空白 更是一个了解行业 积累经验的绝佳机会 有趣的是 很多国际学生在寻找实习时 常常会遇到文化冲击 比如 有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面试时 面试官问他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他思考了一下 回答 我能吃苦耐劳 面试官愣了一下 随后笑着说 那我们这里的咖啡机 是24小时开放的 你可以随时来喝咖啡 这位学生后来意识到 虽然吃苦耐劳是个好品质 但在美国 展示你的团队合作能力 和创新思维同样重要 接下来 谈谈职业发展路径 在美国 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 会被公司盯上 甚至在毕业前 就获得全职工作机会 这里的实习 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工作经历 更是一个适用期 公司可以通过实习生的表现 来决定是否提供全职职位 因此 实习生们在实习期间 要像小鸟一样 努力展翅高飞 展示自己的才华 当然 职业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许多成功的职业人士 都有过转行的经历 比如 有位工程专业的学生 在实习期间 发现自己对市场营销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终转行 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市场经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保持开放的心态 勇于尝试新事物 可能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职业发展机会 最后 别忘了在留学期间 建立人际网络 无论是教授 同学 还是行业内的专业人士 都是你未来 职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记住 网络不仅仅是互联网的连接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就像我常说的 在美国 谁有关系 谁就有未来 总之 美国留学的实习机会 与职业发展路径 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只要你勇于探索 积极参与未来的职业生涯 一定会像马戏团的表演一样 精彩分成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场表演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成为最闪亮的明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校园安全 与应急响应机制 当然可以 美国的校园安全 与应急响应机制 是一个既严肃又有趣的话题 作为一名教授 我常常在课堂上 和学生们分享一些 关于这个主题的见解和故事 首先 校园安全在美国的大学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大多数大学 都有专门的安全部门 负责维护校园的安全 这些部门通常会配备警察 保安和紧急响应团队 确保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 你可能会看到 校园警察骑着自行车 穿梭在校园中 仿佛他们是现代版的骑士 随时准备保护校园的公主和王子 有趣的是 许多大学还会使用技术手段 来增强安全性 例如 许多校园都有紧急警报系统 可以通过短信 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 迅速通知学生和教职员工 发生的紧急情况 想象一下 当你正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 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警报 图书馆里有一只流浪猫 正在寻找食物 请保持冷静 这时你可能会想 我该是去救猫 还是继续复习呢 除了技术手段 校园还会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以确保大家在紧急情况下 知道该怎么做 比如 有些学校会组织火灾演习 学生们会被要求在警报响起时 迅速撤离教室 每次演习结束后 大家都汇聚在一起 分享自己的逃生技巧 有时甚至会开玩笑说 我觉得我可以参加生存者节目了 当然 校园安全不仅仅是关于应对突发事件 还包括日常的安全意识 许多学校会举办安全讲座 教学生如何保护自己 比如避免在夜间独自走路 或者如何使用校园的安全热线 学生们常常会在这些讲座上开玩笑 我知道了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那里有书可以挡住一切 总的来说 美国的校园安全与应急响应机制 是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系统 虽然有时 我们会用幽默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 但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 希望每位学生 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同时也能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 做出明智的选择 毕竟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你会成为校园的英雄 拯救一只流浪猫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讨论了几个关于美国留学的重要主题 包括文化适应 经济负担 社交网络 职业发展 和校园安全 每一个话题都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在文化适应中 我们强调了了解当地文化的重要性 而参与校园活动 则是建立朋友关系的绝佳方式 经济负担方面 我们聊到了如何制定有效的财务规划 助你在留学生活中省钱又不失乐趣 社交网络的建立 让我们明白了如何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环境中 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 而实习机会与职业发展 则提醒我们 保持开放的心态 勇于探索 可能会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最后 校园安全的话题则强调了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让我们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也能确保自身的安全 在这些话题中 幽默感是我们共同的调味料 让每一个挑战变得轻松可笑 留学生活就像一场冒险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和挑战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留学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有趣的故事或挑战 或者你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疑问和见解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让我们一起分享经验 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 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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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